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亚太联盟一起联合举办的亚裔从政之路系列讲座 今天我们非常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去年刚刚当选为马里兰州众议员的武超博士 做客我们这个讲座 那今天在请武超博士做分享之前 我们也很荣幸的请到了武超博士的双重师兄 也是我们UCAMA的共同主席 也是我们新高兰华人联盟的联合主席 在波士顿大学任教的王华教授 我们请王华教授先做一个简单的 给武超博士做一个背景的分享 有请 好谢谢大家 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 跟大家共度一个晚上 然后呢特别来听听我们这个 我的师弟这个武超博士 这个从政之路 那么所的师弟呢 刚才国良讲到是这个双重师弟 因为这个从他从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或者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这都是就说这两个这种师弟呢 是很难得的 对所以我们我是非常骄傲 所以今天呢 非常荣幸能够这个 让这个请来师弟跟大家交流 那么这个武超博士呢 这个他这个就是 你可以看得出一个人这个从政也好 或者做公益也好 他真的是跟他的这个贡献奉献 或者说这个community spirit很有关系 他最早的时候来住在这个 这个就是说这个住的地方 不管是公寓也好 或来condo或者房子也好 大家都知道 美国有这个所谓的homeowner association 他最早介入的时候 就我刚才开玩笑说 他从家庭就介绍到他的这个大家庭 因为一个homeowner association 是很多家庭一起组织的 所以他在这个river hill village 还有columbia association 这些都任职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又慢慢的就是介入到更广的 那当然就是说 在他这个从政的 或者介入社区当中 最这个成功的 就是在议员之前 就是加入了 Howard County的这个 Board of Education 大家都知道 我们亚裔呢 非常重视教育 所以呢 他这个加入这个Board Education 是就我们用我们的话说 Be at a table 然后参与这个政策等等的制定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各地的华人呢 可以借鉴 就是从这种从local做起 那么这个从你的家庭旁边住起 从你的社区做起 从这个教育的这个方面住起 当然还有其他等等 后来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武超一定要选择去参选议员 这个一会儿我们来听他讲 但是这个当然 他是这个我们说的第一代移民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对这个美国这个从政这些东西呢 相当于说 从一个从开始认识体验 到最后真正介入的一个过程 那么他去年的时候呢 成功当选成这个马里兰州的 第9A区的众议员 那么他成为历史上呢 第二位大陆新移民议员在马里兰州的 他的代表的区域呢 是Howard County和Montgomery County的一部分 然后他现在在这个众议院里头的 筹款委员会等等呢 各个方面任职 然后他这个 然后大家等一会儿 他会讲到这个马里兰的议会的运作 跟其他地方有些非常不一样 那因为呢 在这个同时呢 他还是一个就是说 我们叫Data Scientist 然后当然他的家庭啊 孩子等等 所以他也是这个 要从家庭社区工作 现在又有议员等等的 在一起的要这个综合这个做好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呢 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现在呢 就说非常高兴能够跟武超分享 那么他这个 你注意到我们给他这个题目当中呢 我实际上是非常有感受 这个我们讲到说 他这一路走来 有酸甜苦辣 有体会跟感悟 但是我更喜欢的是说 他有服务 然后也引领社区 那他的这个竞选的这个宣言当中 用的一句口号叫做 勇往前行再出发 所以他一直在这个出发的路上 前行的路上 OK Without further ado 这个武超师弟 国良 请你们开始吧 好的好的 谢谢王教授 那么这个独有见地的这个分享啊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 是以这个问答的形式 然后呢 我们准备了一些题目 逐一的去询问这个武超博士 然后让他来一一的回答 那任何的观众朋友们想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我们chartbox里面去打上 然后呢 在事后我们结束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会逐一的来回答的 我是今天的MC 我是这个咱们 UCAMA的这个 chapter的这个其中议员 我叫Gary 虞 中文名叫虞国良 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 来让我们现在就开始 第一个问题 吴博士 你现在就首先很感谢你来 来到我们的这个讲座啊 能为我们这个观众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你最初是如何决定参选 这个马里兰州的众议员的 那你在竞选的当中 你自己有什么是值得分享给大家 或者是值得自己值得纪念的事情呢 好 首先谢谢Gary 还有UCA NECA 还有APAPA 对 你们组织这个活动 当然还有王教授了 王教授是我的师兄 他跟我是个同一个博士导师 很巧的 但是没有overlife 所以呢 以前曾经有机会吃过 我们一起参与一个 NSA的funding的review 所以我是有印象的 很多年了 但是就是说特别感兴你们这些热心的这种社区组织啊 这是我们这个华人这个CIVAL INDECIMENT的一个foundation 是不是 我们需要各地有local的各种组织 参与到你们local的事情 你才能影响local的事情 其实大家联合在一起 就可以想办法影响这个全美国的事情 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个付出 对于我个人来说 就是说 参与这个马里兰州众议员呢 开始也是没有想到的 因为我是 我是2018年选上School Board Board vacation 四年之后呢 我们 我也我也在想这个事情 因为我想做School Board 做四年 人家说不容易 这么说 四年 我们这个四年 首先第一年我们学区 那个钱不够 就要cut这个program 那大家就讨论了 然后讨论去 天天有人来抗议 说我的program 最好你不要cut我 是吧 最后cut了一个technology teacher 其实我女儿 她们写下technology teacher 我觉得她家的特别好 我就觉得很对不起她 那就是说 最终还是你总是先要cut 是吧 最终就cut了technology teacher 第二年呢 化学区 化学区 我想大家有很多地方的人知道 很多地方不知道 就是说一个学校的系统的人口增长呢 跟那个学校的这个capacity 并不match 是吧 有的地方增长快 有的地方增长慢 那有的学校可能就over capacity了 另外一地方就有点over under capacity了 那就可能要把学生一部分画到另外一个学校 或者因为新建一个学校 你就要画新的一个tendence area 是吧 那这个又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因为当时COP的这个objective equity in action 是吧 受到影响的当然很多亚裔家庭 因为你知道亚裔家庭 不管是华人啊 还有华裔啊 印度裔啊 Korea的所有的 都非常focus在学区 对吧 大家有所谓学区房的概念 还有亲自所有人都有学区房的概念 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 是吧 买大一点买小一点 有些要近一点 有些要远一点 是吧 就是说 这种就引起了一个成果性的一个报道 当时所有的大媒体都来了 New York Times啊 Fox News啊 CNN啊 都报道了我们的画学区的事情 就是说 因为我们学区挺大的 我们学区有五万八千个学生 将近一个billion的budget 将近有一万的教证人 是吧 所以影响非常大 而且我们学校的整个教育质量 在全美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很有影响力的 这个最后就两年covid 两年covid之后 你也想象我们 那就是每周开会 说要不要hybrid 要不要virtual 要不要回到学校 接着七到八个board member 那就每天都不同意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有点不一样 接着学校系统呢 superintendents也有自己的想法 接着teacher union有自己的想法 还有家长也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家长还主要分为两派 是吧 左派跟右派 就是非常直接的 右派就是说 不管什么代表 我一定要open school 是吧 左派是说 那些hybrid也挺好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搞完之后 等到2022年 对不对 那就 就是covid的感觉过去了 我们回到学校了 接着选举年又来了 是不是 我就想要不要重选school board 或者是想 因为当时有别的位置空出来 我就想要不要选state biology 我想了想就是说 那我就想跳个位置 同时鼓励另外的华人出来参试 所以呢 去年在大学努力下 我们学期实际上又想上了一个华人的这个school board member 在我又想上了我们这个state biology 也就是说 增加了一个位置 对不对 以前只是在county level 我们county level 还七个board member 有两个是第一代华人做school board member 就是创立时的 接着我又想上了这个state biology 就是说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影响力 肯定是比以前扣到了 因为很多人说 你想想我们county 其实选民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能选上三个第一代的华人 在school board 而且是county外的school board 我们选民有三十多万 我们有三十多万居民 有二十多万选民 你看这个规模非常大 能选上 这是很了不起的 其实对我们这个education value 或者说political value 那个agree 是吧 就是有认同解 同时也对我们的hardware有认同 因为我们 我啊 还有另外school board member 叫陈明峰博士 是吧 大家campaign都是非常用功的 所以就是通过这两点 我觉得就是说 那大家既看到了我们的努力 也变成了我们的这个 clatical 或者这个value participation 对不对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非常棒 其实就等于说 你不单只是你更高一级选上了 其实选到这个state level 其实在你原来的位置 还有同样的华人给这个 把这个空位给填补了 对吧 对 这个非常棒 就是你是怎么能够 就是说通过你自己的感触 因为我们观众也来自很多地方 包括新格兰啊什么 虽然说可能目前来说 新格兰感觉还比较 华人参政还比较多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地方 更偏远的州可能有华人 但是华人数量没有那么多的 那怎么能去让他们去能够 投身到这个方面 比如说 其实我们想从你身上 能学到一些东西 能够让我们身边更多的人 能够参与到这个方面去 去参政一政呢 这个有两个 我想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 既有偶然的 也有必有的 是吧 我记得偶然的是一个 因为我2018年选上 这个给大家很大鼓励 因为这个选举嘛 如果你付了很大很大力气 因为我们这个公司 规模非常大 是个tongue wide的 有20多万选民 对不对 而且花不少钱 其实我们要花传单啊 各种事情 非常好金 对不对 因为我2018年选上的时候 大家发现好像没选上 是吧 而且这是第一个 今天不光2018年选上 我们2022年又想上了一个华人 华人school board member 是吧 所以我们2022年又想上了一个 也就是连续三年 我们每年的一个school 从我们第一代华人社群 想上了一个school board member 大家觉得说通过努力是可以做到 是吧 贴出一个比较visible的候选民 是吧 觉得华人也比较重视教育 大家看来就是通过努力 是可以想上了 还是可以获得这个普通经理的认同 是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说 我工作还算挺主力的 做school board member 因为就是说 我可以说四年中 只要有人找我 我所有的问题 不管能不能帮忙 是吧 或者帮帮忙 但是我都会拍了他的email 回到他们的电话 是吧 就是说大家看到 而且有很多对面的影响 我几个记忆来说 我上任的第一年 当时就碰了几个家长的时候 在学校被控告是欺挺 是吧 就是反正各种各种问题 我记得一天我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有个家长就告诉我 这个事情 可能会是 我知道 带记没有七挺的意义 也没有七挺上 这个 等会儿我带着耳机 好 OK 等这个超在调他的设备的时候 我也要加一句 国梁今天的主持人国梁呢 他是这几个组织的中间力量 他是我们这个耐卡的新会长 然后是这个UCMA的共同主席 然后也是APAPA Boston Chapter的主席 所以他也是这个 在我们这个这一地区里头 他虽然还没有自己去竞选 但是实际上是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竞选活动 从我们这边的市长州长等等 刚才也都提到 所以国梁交换给你 我们要多像这个像武朝博士学习 搞不定哪一天我们也去试一试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你一定要出来试 是吧 选举这个事情你不是选 人家想选你选不住 是吧 说是另外还不是 但是我记得就是说 我们只要推出一个合适的候选人 在不在合适的时机 选上的机率还是挺大的 接着我们蒙高门抗体 选上的第一个School Board 很多年 几十年他们没有 上一个被选上的还是三四十多年前 所以他们又选的 也是第一代华人想到School Board 们的 所以就是说去年我们在整个马里兰 我知道至少就是三个第一代华人 被想上了两个School Board 的一个州大约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 它是run the election 所以我们马里兰就是说 至少我觉得有三个第一代华人 School Board 有两个州大约 这个还是挺了不起的 非常棒 那我刚才 吴博士你有说过 就是说我们就说一定要选过很 很合适的 那现在其实我们华人社区很多时候 很多non-profit的组织 其实我们都在做义工 做各种各样的 但实际上我们在推选 我们自己的候选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 那按照你的标准的话 什么样才是符合我们的 就是符合我们的利益 或者是我们能怎么样去选择 一个合适的候选人出来呢 标准是什么 就是说 就是说 从我们华人这种 non-political的角度来说 是吧 其实很多人不愿意干涉这个 是吧 所以就是说 从School Board出来 是最直接的 就是说 大家最熟悉的 因为家里有孩子 你就跟学校接触比较多 学校有时候 就像我做School Board member 帮家长解决的问题 有时候都是非常奇迹的问题 是吧 就像我刚才没说完 就是说 有学校说的孩子抄体 他实际上没有抄体 是吧 那我就了解这个 我就跟School Board说 这个好像这个学校处理的不对 是吧 你可能要改变流程啊 或者说 做一些其他的改进 之后 我觉得过了一年之后 之后三年 我就没有再有家长找我说 学校还是被告 这个棋艇 对不对 就是说通过流程 通过其他的改变 其实可以防止孩子犯错误 是吧 因为这些小错误啊 对学校的系统来说 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对于一个孩子啊 那就非常有大影响 其中一个小孩 就一个考试 被学校说7点G零分 他说他一个星期都睡不到觉 嗯 影响有多大的影响 对不对 当然我另外一方面 我跟家长说 其实真的不用 就是说 对孩子那么大的压力 是吧 我们的孩子 我觉得都是挺努力的 真的就是不需要门闷兑兑A 但是我有时候说这个话 有人觉得说哎呦 你怎么样 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说 稍微要改变一下 我们自己做家长 是不是 真的不需要门门兑兑A 把孩子扑矢那么紧 孩子压力特别大 其实孩子看到家长在里面 他们自己也会容易 就是说一个就是说 通过这个Wave 你可以帮很多的人 就是你看到帮得起了效果 你也会感到非常好 就是家长看了这个 有家长说 再合适的时间 他就变他也想站住了 是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亚裔 尤其是我们华人 在所有的political position 都是underrepresented 是吧 就是representation 有时候也挺重要的 我举自己来说 我第一次想上我们叫 Columbia Association Board的时候 那是我记得2015年左右 我当时参加会议 是吧 很多人就听不懂我说的话 因为他其他的board member 全是年纪比较大的 是吧 退休的这种 他们基本很少跟这种 non-native speakers交流比较多 是吧 但是我来说呢 我也很少讲这些non-technical的英语 是吧 我在公司里工作 都是比较technical的 是吧 你去说的有点口音 其实一点问题不知道 是吧 大家都知道你讲啥 但是你在生活中 讲的不标准呢 Vlog 而且有的词 你可能从来没用过 是吧 接着他们就觉得 哎呦他听不懂 那就叫我repeat一下 那我就repeat一下 是吧 接着我觉得过了半点以后 从来没有人叫我repeat 把他熟悉了我的口音 慢慢地就说 就有时候脸皮要厚一点 对不对 不要急着有时候 因为就是没听懂是吧 运不停了 启示你要或者怎么样 我们要把这个脸皮 有时候要变得厚 好 就大概就是说 如果是要推选合适的候选人 大概就是有几个 一个脸皮要厚 对吧 有热心脸皮要厚 对啊 就是其实要胆大 对吧 第二个呢 不要太直观 对对对对 要比较中立一些 但是呢他有热心社区 对吧 让我们的这个 居民的这些要求 我们有可以及时的反馈 能够帮助别人 那第三的话呢 可能就是有一些 基础的一些 多参与一些政治 从小做起 比如说school committee 对吧 甚至不要一下子 就去选 很高的一个职位 从容易的选来开始 是这样子 我总结了三个 对不对 就是说规定是叫容易的 就是说很多 很多位置实际上是不需要选择 是吧 我就是说 需要get involved with the local issues 就是你想别的时候 你知道大家关心的事情 是吧 如果你做一个候选人 突然跳出来 这社区的事情你都不了解 嗯 你去参加一个会议 人家不知道你在讲啥 是吧 或者人家问一个问题 你不知道人家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那就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你比如说 我几个例子来说 你如果参加一个county的commission 不管是zoning 或者什么land use 或者traffic study 是吧 接着你去想一个county的位置 你就至少知道 我county有几个镇 是吧 有哪些count 是吧 有哪些road 这些问题 如果说你啥都不知道 是吧 接着大家觉得你比较disconnected 是吧 你也很难说 跟人家connect起来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你首先要对这些事情了解 是吧 你人家简直不了解就比较难 你不了解可以学 但是了解一下 对你这个起步就很有幫助 是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我刚才没讲完的一点 就是说 华人一般的比较害怕 是参与政治 因为其实有时候政治比较奥克力 你不敢是 左派也不喜欢你 右派也不喜欢你 是吧 有时候就搞成这样的位置 如果你有点自己的想法 就更能了 所以呢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 其实处在比较靠中间的 对不对 就是说 有时候 我记得我 举个例子 在这个议题上 可能要得罪一部分人 在另外一个议题上 又要得罪一批人 是吧 这种感觉 所有人都得罪光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个你要心态 也要就是说 慢慢的 也要就是能承受自己压力 不然的话 我知道就是我几个例子 在说 我四年的School Board 过程中 我知道三个School Board members 都哭过 包括你 我自己没有 那还是很坚强的 对 是 确实 那讲回来 那现在我们都看到 你已经成功当选了 也代表了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了 那实际上你在选的时候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真的是有遇到一些真正挑战呢 或者是你自己 曾经有动摇过的 或者你觉得自己 想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如何去克服这困难的呢 这亮点的地方 我觉得动摇怎么没有动摇 因为我做事情的时候 我要是决定了 我肯定不会后退的 是吧 但是 感觉有些挑战 比较就是说中间 因为我想起的时候 我们另外 我们想去 我是作为民主党想的 是吧 我们想去出来一个共和党 华人 一个华人 是吧 他而且还是我师姐 对 其实呢 他就是说 你也知道这个左右 逗争比较厉害 是吧 他就是他比较极端 比温和派的共和党还极端 是吧 当然他因为自己 以前也没有参与过 他就 整天在微信上说我 是不是 那觉得有点不爽 是吧 我当时 我跟朋友聊天 我说 我没有功劳 有苦劳了 是吧 没错 我说你以前 你到事情上找我呢 你也没必要 一天到晚 这个微信上冒我 而且很多是造谣的 对不对 没错 我就想 但是这种 还是想的 这个事情政治嘛 有时候有的人可能 就是这样 你没办法 是吧 我就不考虑这个事情 我只是focus 自己的方面 是吧 而且我的想民 比你所考虑的 微信体力要大多了 是吧 我就 每天就 每天有时间我就去 发布团单 跟想民交流 是吧 我觉得说 想票不是在微信上中拿的 是吧 反正我实际上 我还有非常强大的支持者 我们的团队还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就是说 这个过程 绝对是一个心理转气的过程吧 就是说以前 就像我说的 我刚当school board member的时候 我也是想不得罪任何人 是吧 最终在不同的意识上 得罪了不同的人 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来说 就像说 有的家长支持说 学校学生要排名高中 是吧 有的说不要支持排名 就这种事情 也得罪不少人 有的家长说 我一定要排名 是吧 排名对我孩子多分呀 有的家长说 这个排名 这孩子压力太大 是吧 这个GTA就差0.01 能比那么大的差别吗 是不是 所以其实说 这个事情 并不是那么绝对说 两他们其实都有一定到 对不对 就是说 你这任何 任何一个议题都可以绝对了 是吧 你做到这个位置 任何一个投票 就是一个非常 非常就是说 有影响力的 对不对 你投一票 改变一个决定 影响五万八千个学生 是不是 五万八千个学生后 十几万的家长 对不对 你想想这样 就是说 而且华人圈子实际上 好像都在同一个微信群体 是吧 有人在微信上讲话 基本就是说 很不负责任 是吧 这样比如说 那你说怎么办 那比如说 有时候就退群了 是吧 退群也是 也许是个好的方法 当然这个事情 不单止发生在马里兰 我们波士顿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去年 前年也经历了 这个参与 这个我们波士顿市长的选举 也是一样有很多华人支持 但是也有些华人是反对的 对吧 在微信上 微信 甚至我们还变成了 微信上面的这种攻防战 也都有发生过 对吧 所以这个确实分享起来 还是蛮蛮有趣的 那刚才你说到 你的一个师姐 就是竞选对手 他在微信上去造谣什么的 其实就是说这种造成整个环境也不是太好 你知道现在咱们这个大的环境更不好了 对吧 那实际上包括这个针对亚裔的仇恨 什么的 所以你觉得在这方面的话 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可以分享的 就是说 我们应该怎么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解决这类这些问题呢 首先我就说 像UCA做得非常好 对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感谢您 我们需要我们各种的 Civic Organization 来关注这个事情 是吧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不关注 其实做我们华人 我在媒体上亚裔 不管是华人还是亚裔 在媒体上力量非常多 是吧 我们自己都不关注 就更没人关注 Twitter上你自己看 是吧 观众亚裔的信用就少得很 是吧 这是第一个 接着我觉得做为每个人 首先有组织来领导 第二做为个人 在社区应该参与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我可以说比较generalized 因为事实就是 华人参与其他社区的比较少 就是不管去参加什么会议 参加什么community fundraising 或者叫你去吃个饭 听说会议都很少 当然有很多方面的人 第一个如果做第一代人 语言是个问题 是吧 结果很多人不感兴趣了 因为其实社区的很多事情 都是很无聊的 对不对 就是说你要是一点没有任意奉献 你绝对坚持不下去 对不对 因为就讨论基马上比的事情 是吧 你的local社区事情 都是基马上比的事情 不是说你每天听到国会 那种很激烈的辩论的 或者就是相互对骂 local事情大家都很清楚 是吧 大家不会骂人的 都是邻居是吧 当你在这个比较 比如HLV level的 或者你这个city level的 大家就是熟人的社会相对来 大家就比较 比较就是说做事情 还是比较看点面的 是吧 但是我们一个问题 到底就是说 我们华人参与的非常少 不管在各种免 那种Volenteer组织 还有CV各种追选 就是出现的非常少 尤其第一代人 是吧 人口本来就少 就是参与的就少 那就是说 你就像国粮 你去参加Garrett 你去参加各种会议 你很可能 你就是唯一的一个华人 对不对 这个我想你肯定有经验 即使你市长 现在是个华人 你参加很多活动 你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唯一的华人 对不对 唯一或者唯恶 对 这就是现实 但你看到别的组 是吧 他们就每天都有人 每天在你嘴边跟你说 我的事情很重要 我的事情很重要 那些decision maker来说 是吧 他听多了 他就有影响了 是吧 下次碰到什么事情来了 所以上次我听到 人家说这个事情很重要 那真的很重要 是吧 其实有个必要钱了 那我就支持一下 是不是 没错 对 对 我们这一点就是说 需要大家参与各种 从学校层面 HOA层面 学校层面 HOA这个是最直接的 是吧 就是说可以影响 你这个HOA的管理 可以 比如你小区维护得更好 是不是 从学校层面来说 一个简单的 比如PTA 是吧 PTA一个月开一次会 你家长去参与一下 看你学校老师在干啥了 校长经常来讲话 是吧 你家长有什么意见 可以反馈给他 是吧 你还可以去做room teacher 这个更直接了 是不是 有时候学校有点事情 你去帮个忙 小孩在学校 现在教长其实是非常自豪的 非常高兴的 是不是 还有你更高一点的 可能在学区有各种commission 学校的可能组成一个curriculum committee 是吧 就是讨论这个课程怎么设置 或者说grading policy committee 是吧 像我们整个学校系统 有一百个policy 是吧 每六年相当于要review一下 那就是一年有十几个policy 要review 每个review都有一个review committee 对不对 review committee你去sip一下 听听大家讲啥 是吧 我记得 有时候其实你不要讲啥 你要坐在那里 人家对你的存在就有了这种 有了增进是吧 碰到一个议题 如果他们不熟悉的那样 你知道就share一下你的一点 一点点perspective 就很有用 我们的问题现在就是说 没人在那里做的 是不是 就是大家根本不会 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这是最难的事情 没错 其实社区工作 刚才我也想插一句 因为咱们王华教授 他是我们这个麻州地震 或者叫美国地震 莱克星顿的这个滑鞋 我们叫做居委会的主任 是吧 已经是 他是这个工作 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 非常多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是作为地带移民 他是怎么能够这样子 投身这样子的社区的工作 其实你也可以分享 王教授可以分享一下吗 王石中可以分享一下 对 哎呀 这个还好了 因为对我们来讲嘛 就是说这实际上 刚才就像你说的 这个是身边的事情 哎 这些东西这个本身就是自己 生活在这个社区里头 那么我们从家庭出来 你说做HUA 那么我们这边正好是有这种 华人协会的传统 那么在这里呢 但我们在华人协会呢 我觉得有一点 这个我倒是想讲一下 就是说一般的呢 有这种协会的时候呢 更多的时候是觉得说是为这个 比如说镇上呢 或者哪里的华人服务 这个是必须的 但是实际上更重要的实际上 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实际上是更多想的说 也要为社区服务 所以就说我们并不仅仅是这个 就是说是为华人服务 更多的也是为整个这个社区服务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刚才你说怎么参与 比如说PTA也好 school committee也好 所以我们恰恰就是跟这个 镇里的或者说之间的合作 就是我们所用的一种 铺选po的模特 就是说我们跟镇里的 镇里呢是希望把我们拉进来 那我们就说你要把我们拉进来呢 你要减少障碍 remove barriers 因为就像你说有很多时候 很多的时候 culture各种方面都有不一样 所以他们要对我们更理解更尊重等等 然后要这个张开双臂 欢迎我们加入 让我们到table旁边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说做push 就是说把我们的社区的这个就是说去加入 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呢 这样一个很好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就是说 这里也是从这个亚裔人口 包括华人人口 在增加的很厉害 但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这个参与度也是一直在飙高 所以就说开始参加全镇的竞选等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那么实际上那个国梁啊 今天呢就说是这个 还有很好玩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五超师弟的竞选经理 也是他的师姐 对吧 所以说就说有一票这个科大的在这里 包括他的竞选对手也是科大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panel上呢 实际上还有一个五超 还有一个你的师兄 英超师兄 英超师兄好 欢迎英超 对然后英超师兄呢 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英超 因为英超师兄呢 是也竞选过 也当过school board 这个education board 另外他也竞选过这个city council 那么就是说 但是英超英雄没有 师兄没有卖出说竞选州议员 那我们应该问他为什么没有 英超你在吗 大家好 能听见我吗 英超您好 能听见 欢迎 看到了吗 可以 然后我们英超师兄还是一个才子 所以这个多才多艺 唱歌 都可以 其实今天我们看来大家都很轻松愉快 这样也更好 我看到有几十位这个华人的朋友在线 首先很高兴大家这么多朋友 星期五晚上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其实本来就上来准备支持大家一下的 结果就被王华师弟看见了 拉上来 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五超 因为我觉得五超我们见过好多次了 所以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的冲劲 你跑马拉松吗 讲好 一直没有完成这个心 我这么问 我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 因为最近我觉得我们华人当中 跑马拉松这个热情极高 我就特别特别希望我们所有靠 跑马拉松的华人朋友们都来参政 来从政 你们肯定是很好的kandidate 为什么呢 因为我像五超和我都知道 我们当时竞选的时候 拜票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是在外面跑的 当然不是说literally不是在run 是说跑到每家每户的就跑 我不知道五超你跑过几千家 挺多的 你跑过几千家 这么说吧也是一个体育股 这个参政也是个体育股 我们今天从早晨 投票到下午 回到晚上 投票出了六个小时 对 你当时选这个议员的时候 你也跑了很多家 可能上千家是有的 五六千家 五六千家 我也是 因为我选过scootboard 也选过这个唱console 所以我买了一个 因为我们这边住的比较散了 我买了一个scooter 所以从 我看到你的视频 对 对 我们都还用什么kmin square 去找这个最佳路径之类的 这个什么方式都用上了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华人当中 现在 我希望能通过 包括五超你在内 包括我们这个北卡的 有一位这个牛亚 另外一位女士 王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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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能够形成一个势头 就我们大陆一代的里面 终于 形成了一个 位 能够开始都来参政 其实我觉得大家 准备的都差不多了 不管是在 当地社区的服务 还是在local的参与 包括我最近的话 我其实在民主党 党内的内部的参与多一点 包括在新泽西州的州一级的 和县一级的 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可以做的 其实不管哪个党 民主党共和党 都应该参与 党是比赛的 point 然后比School Board都应该参与 那我是特别特别希望能看到 我们形成了一个这个 位成为一个浪潮 就跟华人当中 跑马拉松那么 那么一个浪潮 那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很有希望了 这是我想分享的 所以我就刚才问你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跑马拉松的 因为看起来特别像 我认同你这个问题 所以说大家就是说 我觉得我经常跟人家聊 说我没整的好 你知道吗 不乱做什么 说参加一个commission 或者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什么committee 是吧 他总觉得没有整的好 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以我们的这个能力 不需要整的 是吧 你就去门就能证人 因为不是说的事情 就是非得你要 你是一加一 算一加一等二 或者做一个 训练的模式 或者怎么样 对 你就多倾听慢慢的 你开始不用表叹 你就倾听 完全同意 很多非常conversational的东西 慢慢你就不知道 看别人 这个叫做说走就走 现在是说参加就参加 不跑就跑 对 就跟大家说的 学游泳的话 就在水里边去学 不能在纸上谈兵 不能在地上喊 跳到水里边就游 很快就学会了 而且我最近一直在 跟很多年轻的这个希望二代能够出来做这个事情 我就一直鼓励大家就是 get out of your comfortable zone 其实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 不管你年龄多大 越是能把你自己放到uncomfortable zone 你的自己的成长就越快越大 其实每个人都在成长 包括我都纪念60岁了 我觉得大家都不要觉得自己是 就是我特别特别认同我们这个 这次一下讲到这个 这个道斯卡讲啊 这个 杨子雄说的一句话 他就说 you never 他是说 ladies 60 years old you can never go over your promise not there's no promise 就是说 不管多大的话 多应该有自信 那我们当然我们在做都是男事 我就觉得我们华人当中 不应该那么很早就觉得 I can't wait to retire it's fine if you retire and enjoy your life 但是我觉得做一个整体来说 如果定格成了一个dominant的话 那我们的整体的dominant 就我们整体的collective的就 没有没有竞争力的 对 因为我特别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去 gibup 不要去很早就retire 就是多多做社区 就是说 我看到别的社区啊 很多人退休了还发挥娱乐 是吧 参入各种community 各种valentina 这个位置 我觉得我们压力就这样的比较少 其实如果是快退休了 孩子上到学了 其实你有更多的时间 做社区活动了 是吧 因为你基本没有那么多压力 我其实我当时想school board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我要出来想的 我真的不是很困难 我是有两个小孩子 是吧 工作也刚起步 其实忙得很 但是我总想 我不能老是等着别人吗 我们等着那么多年 也没人出来想 是吧 总要有个人带着头 所以2018年我就跳出来了 之后也想上了是吧 现在我想上这种 你看我们一下子一个一个来 大家都出来了 就是说 有时候可能就需要 那林免一讲 有人扶持一下 刚才我看到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Do you need to join a party? Not necessarily 但是practically speaking 可能你要当选的机会比较大的话 尤其是这个有党派的选举的时候 你可能参加那个大党的选举的 机会会会大一些 当选来说 但是school board的话 一般都是non-partisan的 第二个问题是利卡 利卡的话 你不能直接参政 但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支持候选人 比如你可以去捐款 捐款和枪门做 拉票枪门 拉票枪门 但是不能够准备 我们做很多事情 逐各种组 各种commission committee 是吧 像我刚出来的时候 Hoa board 这都是绿考的 不是绿考是一个参与的 就是不需要公民身份 不需要绿考身份 就是一个学生身份 也可以参加各种东西 只要你有点感兴趣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 大家可能就是没有意识到 参加这些事情 其实可以非常锻炼你自己的能力 因为我们有时候太focus 就像这个 这个Occidental 或者Technology 这些Technical Science 就是非常有学问的角度 但是在社会上做事情 其实很多事情上 不是要你算一加一等二 可能就是说 为什么是一啊 为什么是二啊 问这样的问题 它比较开放性的思维 就是你接触的人 跟你的背景完全不一样 我们是非常unit的一个群体 大家如果去参加这些 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群体 我们关心的事情 看事情 是吧 其实你把你的这个 perspective带进去以后 其实别人也会很欣赏 总体来说 我觉得说 美国实际上 还是一个非常 非常宽容的 非常那个 非常宽容的国家 让你信赖我们 支持我们 是吧 你做事 reasonable 大家都很 trust 给你机会 是吧 我就是说 大家要有时候 就是超大一点点勇气 你走出来 绝对到这边有人会支持你 我完全同意 而且 我再说最后一句 我就下线 我就说 其实我觉得 刚才说到马拉松这点 因为我觉得可能 华人很多人到一个中年之后的话 想对自己有钱挑战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泡马拉松 肯定比其他的好 但是我觉得 如果给自己更大的挑战的话 就是福一所其 那的话给你是一个全方位的挑战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挑战 而且是 physical mental relationship 这个 society 这个全方位的挑战 应该会更加 satisfying satisfactory 我这是我强烈建议 各位 跑马拉松 和不跑马拉松 都想寻求一些 人到人过中年之后的 一些更高的 realization 和 satisfaction 对 因潮师兄先不要下线 我是说你这个马拉松 我是想加一句说 实际上你刚才说这个比喻 这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华人的 华裔的集体马拉松 可以 这个 对 真的是我们集体说每个人跑 然后这个里头不一定说 每一个人能跑到终点 但每个人都加入都跑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也想提到就是说 今天还有一个就是overlap 就是说很多UCA 那么这个因潮师兄呢 是UCA的全国理事 当然他现在也是UCA PAC的这个理事 所以他就说这个PAC 当然就是支持竞选 等等包括五超的竞选 也是可以通过 耐卡跟UCA PAC支持的 对 是的 好那你们继续 我先下下 等一下 先别下 我就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那比如说 你刚才鼓励我们大家去选 然后呢 你说过了六十 其实还是年轻了 对不对 那我的问题就是 你下部有没有想去选 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我讲了我现在是 新泽西民主党的一百个 党代表或者党委委员之一 然后是我们县的常委委员 所以我觉得 behind scene的话 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你可能外边人看不到 但是作为一个大党的 这个党内部的这个 常委委员的话 其实是很有很有这个影响力的 包括我们今年这个 今年县长吧 就是县长到任要重新选 我们做了二十年的这个县长 叫Brian Hughes 他得到了我们国会 德冠望重的这个女众议员 叫Bonnie Watson Coleman的强烈的支持 但是因为我们下面这些党代表 对现有的这个县长不太信任之后 我们从下面就组织这个几百人的这个 党代表吧 县级的党代表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包括我在家里边帮我们这个挑战者 是Dan Benson 去做很多的这个私下的活动 最后我们就在县的这个党委会议上的话 就把这个Brian Hughes 县人县长就给defeat了 百分之七十八对百分之二十二 而且是在我们民主党党内的大佬 给他提名的小殿下 可以把他defeat 就这种事情我觉得是 首先这是反映了一个民主社会的真正的民主 而且是一个党内民主 这些我说的所有都是民主党内的 但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县是偏蓝的 所以基本党内被endorse primary能赢 general election 就基本上是铁板钉钉了 所以基本上在十一月大写之前 我们在三月份就把这个事情已经搞定了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就是说各种途径各种方式 我们华人都要去学习 直接的参与 间接的参与 brassroot的参与 全方位的参与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是个wave呢 因为wave它不可能是靠一滴两滴水 不要所有的水到一起动 而且是collectively才能够冲到一个高潮 对 非常棒 非常棒 所以在座的朋友呢 如果有哪位想去重证 参证 其实有很多问题 你们可以现在就可以提问了 因为我们在座有几位大咖 都是在这方面都非常有经验的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的跟五超博士的交流 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就是刚才可能回答了一部分 但是不完全 因为现在我们就说我们的二代华二代 其实看起来应该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比较主要的生力军了 而且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这个要focus的一些工作 对吧 那你觉得有什么好的方法去能够 就是说提高他们对这个参征议政的认知 让他们更好的去能够加入到咱们的队伍当中呢 让他们去多寻 这个事情我也谢谢你提了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 我们从我们个人感觉你想想就是说我们的二代在美国 有时候会长大 native speaker 是吧 所有的东西都有了解 但是为什么实际上 并没有像我们想看的那种 对社会那些事情关心比较多 是吧 有之有一些 但是通过比例还是比较低 对不对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吧 就是第一个我自己想就是说成长过程中啊 我们在这个对这个奥克强力的要求太高了 结果之后他的兴趣已经有限了一个小孩子是吧 所以他对别的东西参与就相对少了 这个就是说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之后就比较少 第二个呢父母对待参与的比较少 对孩子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弱是吧 你也你要经常带他去参加各种活动是吧 他就熟悉了习惯了他也不会觉得难是吧 如果说从来没有看着人想过 就对他来说就是肯定相对来说 这么想都不会想这种事情是吧 就是大部分人来说就是想都不会去想这种事情是吧 就为什么说生一条儿的儿子会显生一条儿 州长的儿子会显州长是吧 有这个愤怒的对不对 这是我个人来说 希望就是说希望各个组织把就是说 都把把年轻人involve进来是吧 就像我自己一样 我现在有很多我的intern师家 或者比如我这一周 我们这边那些高中放假 我就找了有几个感兴趣的高中生 我就叫他过来帮我看一看 做到我们这些committee听听 讲的什么事情 给我写个summary是吧 给我去跟踪几个bill是吧 就慢慢的只要感兴趣 这个他们每个小孩都挺高兴的 也挺热心的挺高兴的 他就会发现 这些事情其实也没那么难 不要你做都没那么难 其实你认识的人 其实都比较nice的人 那么其实上 大部分时候大家都非常nice 你知道 这个每个社会 这个都非常civeline 大家都很鼓励年轻人 鼓励小孩子参与这种事情 现在就是说我们给他创造这种机会 让他们加进来做一点点事情 假如我就像我自己说 我们tower的抗计 要也挺多的 我想就是将来他们中 有10个感兴趣想什么 我就很满意了 但10个都不一定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就很不错的 这么说 我现在招了一个 我另外一个斯林顿英特尔 就抢了学生 就非常不错了 我有机会给他推荐各种 各种 各种机会了 是吧 给他计划先进 各种机会给他实习了 我觉得就是说 只要他万一感兴趣 我肯定把各种 有可伦的机会都介绍给他们 让他们参与激难 慢慢的他们觉得 真的没那么难 是吧 机会难里面说他们想参与 也是挺好的 就是说 只要有心参与 接着我们再给他一些机会 那这种机会 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多 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成功 对 太好了 说的太好了 因为我们这边 新格兰的华人的 这些二代也很优秀的 然后我们负责向你 源源不断的输送 到你的那边去做学习 好吗 那肯定没问题 就像你说的是吧 我们华二代 其实真的很优秀的是吧 很多时候 就是缺少一个平台 不管是在公司 还是在political arena 是吧 还是什么呢 有时候你人再厉害 你没有平台 你真的就是 发挥不了的作用 是吧 平台 让你更自信 让你这个leader 这些事物都体现出来 你的所有的 skills 都会增长 是吧 如果你比这个solo 你不是个team member 那你这个包含不了 你最大的领域 当然大家可以讲 一些个别的机会 是怎么样的 但是在美国这个社会 你必须要成为一个team 你才能影响你更大 对不对 不管是在公司上 你做一个manager 还是在一个鞋下 你当一个principal 或者什么 就是这个跟影响 还是不一样的 你影响的人更多 可以帮助的人更多 嗯 没错没错 我刚就着刚才你的话 我再补充一点 其实去年我们就的麻州 选州长 那州长在Primary 或者是在这个 final election 这个晚上就是这个party的时候 其实我是在场的 这个参与人之一 除了我邀请的一些 华人的朋友以外 大部分都是就是其他族裔的 就是美国的 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很 特别的一个特点 就是一个发现一个特点 特点就是什么呢 就很多老美 他是带自己的小孩去参与的 所以可能在他们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感受了 这个政治的这个氛围了 对吧 所以他们对政治 他们就不却场 他们就敢去选 或者对政治感兴趣 这个可能是我们这方面 是稍微欠缺的 所以呢 我还是说 借此这个平台 我说鼓励大家 其实有很多活动 我们真的是可以参与的 不单是自己参与 还要把自己的孩子 带去参与 让他们了解美国的文化 体验美国的这个政治 其实这个是对我们 这个社区是很有帮助的 对吧 是的 对 那个这样的那个五超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好 因为我们在这之前呢 听过你介绍过一些竞选的经理 那么你现在已经就是说你们 你已经参与了这个 session 那你们好像刚才说 你们的第一个 session 要结束了 那你能不能讲一讲 就是你在议会里头工作 然后这几个月下来的体会 对 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对大家呢 也是一个对你来讲 也是一个全新的经理 对 是的 是的 的确实是一个全新的经理 就是说 这么时候我来美国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像工作 这么努力多 我每天 现在至少七点 或者七点之前就起床 晚上都十二点多才睡觉 每天都这样 就是中间没有一刻停的 是吧 因为我还有 我现在只是个part time 我做另外一个工作并没有 我需要另外一个工作 因为这工作挺低的 是吧 所以我所有的人一般来说 还有另外一个工作 我另外一个工作 变成part time 因为这边时间其实忙不开 所以我基本是一个半的 工作一个半的 对吧 还有孩子事情 有时候我要回来帮帮忙 所以就说很忙很忙 所以刚才我就说了 起立活也是个起立活 起立不行 你一直都搞不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说 其实这些东西非常容易学 我举个例子 大家可能知道 比如Texus 这个land law 接近一个deal 就是说 大家就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这种deal都有 是吧 找这么随便 实际上在州里提法案 做一个daddy 我可以提任何我想提的法案 不管怎么荒唐就可以提出来 是吧 不管多大多小 都可以提出来 但是这种通过不通过 是另外的 但是就是你提出法案 就能引起关注 是吧 就是说小到说 我比如说 我要把哪个路 要装个路灯 要装个 像我们这边 比如装个triced camera 我们都可以提出这样的法案 是吧 大家觉得 这也能算一个法案 这就是一个法案 关心你这个明星的 我就做一个代表 我就提出这个想法 说我要在哪个路上装 装这个triced camera 接着我们又专门的律师 就给我们写deal 不是我们自己写 我记得美国所有的应该都是这样 就是说 作为我们对立法员 我们自己不写deal 有专门的 这个professional的 这个attorney给我们写 是吧 他就写个bill bill出来之后 我们就送到讨论 讨论也非常简单 一般的就 只有三人的讨论 第一个叫做 我们这个committee讨论 我们叫有六个standing committee 是吧 这个bill就按照的类型 就分送到不同的committee 比如有的是touch的 就到我们committee education的到我们committee 类似的 是吧 接着我们committee就讨论一下 有青春会 平常你们上次就看到了 我们的青春会 是吧 他就再把它分送到 叫subcommittee subcommittee 就是说 我现在大committee 可能有20个人 再把它分成三大四个subcommittee 下的committee 下的committee 讨论一下说 我要不要支持这个 如果不支持这个bill就没了 是吧 如果支持他就 把它就送回到 大committee 来讨论一下 投个票 大committee如果通过了 那就 那我们就叫到floor了 floor就所有人一起投票 比如我们马里兰州 有37个区 144个代理人 我们就所有人一起投票 是吧 这时候就看你这个 如果得到没家的support 这个就通过了 是吧 这叫second reading second reading之后 这时候你可以说 你有amendment 修改啊 什么什么的 有floor debate 就是如果通过了 就到第三年 第三年通过了 就变成 变成就是从我们这个house 通过了 如果Senate那边 有相应的bill 他也通过了 那两个通过就成为了 一个法案了 法案只要说 如果你超过majority 通过 那州长不签字都能通过 如果说没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通过 州长签字就成了法案 就是非常快的 你想我们90天要做这么多事情 有将近2000个bill要讨论 是不是 所有的都搞完了 像我们20号是叫做crossover day 或者就像刚才王石星讨论 叫conference day 就是说 就是我们这边通过的bill 跟Senate那边通过的bill 两边签证一下 因为任何bill要通过 在两边都要通过 但是有的bill可能只在一边file 在另外一边没有file 或者如果两边file 但是通过的版本就一样 我们要就是两边做一个 做一个叫什么词 反正就是两边要沟通一下 要让这个bill一模一样的 才能算通过 所以说通过一个bill 有时候非常快 非常容易 还有一个说就是 通过一个好的bill非常难 通过一个坏的bill非常容易 明白 那其实说德州那些bill是属于坏bill了 相对来会很快通过 这个难说 这个难说 所以说有个问题就是说 有时候这个bill如果你不对 它就通过了 没有人出来反对 就直接通过了 是不是 对 那我们怎么知道 有这些坏的bill发生呢 比如说我们如果平时不关心政治 那其实有些议员提出一些 不利于我们的bill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吧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EI支持 我们叫Advocacy Group 我举个例子来说 Ticher Union 它就monitor每个bill 说哪个bill要支持哪个bill 反对 是吧 各种组织 比如我们前几天跟Muslim Marian Muslim Association 给他们开一个会 它说他们支持哪个bill 反对哪个bill 是吧 Marian Jewish Community Association 他们也有 是吧 他就说哪个bill支持哪个bill 反对 是吧 就是说任何bill 只要有反对的声音 那就外界大姐就开始动视了 如果没有反对的声音 有人说这bill看起来可以 其实并没有仔细考虑 就投票不止了 那就通过了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人 我们关心这些bill 就是看起来发展 我觉得我觉得说可能我自己今天开车回来的时候 我还想做一个系统就是monitor我们自己丢的bill 因为做我自己实际上我也没有这么的bill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一一关注是吧 我准备做个系统就是说至少我可以把所有bill列出来 做一个search 就是有关比如asin的有关前例子bill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identify出来 这个其实也不难 或者有人在做 但是就是我们需要有人 put their eye on the legislator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bill出来就是法律 法律的影响非常深 对不对 因为一旦通过了 改过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因为你改过来又是另外一轮 是不是 那就是说任何bill的一个inertial 就是说你通过了几次一个坏的bill 你要花好久把它搬过来 嗯 所以应该在bill通过之前我们去反对它 对 不让它通过 对 就是上册 那如何发现它 那可能要靠我们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关注它 或者是有我们的代表类似于你一样在这个议会里面 对吧 如果发现这些坏的bill 我们才能去反对它 那两个方面 第一个说你跟一些regulator关系好 是吧 他看到这个他会告诉你们 通知你们社区一样 这个很重要 是不是 不是所有地方你都有亚裔一样 对这个关心 其实很多是吧 到不断可能就没有亚裔一样 是吧 那怎么样 你跟有些关系比较好 他看到那个通知你们一声 就是第一个是吧 他在助手通知你们一声 或者通知你们一声 是吧 第二个就是你社区有自己的这个sitical organization 关注这些事情 你不关注 你就被别人关注了 是吧 对 有时候就这些事情 或者说 大家经常听到说 If you are not on the table You are not on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anagement 是吧 你不关注别人关注我 是吧 别人关注你 基本不是好事情 对对对 在这方面可能UCI 作为一个全国的组织 做的还是走的比较前的 因为你们做这个 对 王教授就是负责这个 这方面的 我们PPC committee的主席 你有什么 这个补充吗 王教授 在这方面 这个没有 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多的听五超讲 那个五超 里头有两个问题 你看一下 对 第一个问题 是讲到 Actually跟你现在讲这个有关系 国良跟你讲这个也有关系 就说是这个 就是有没有一个resource 然后可以share 就是说这种从政的经验 跟knowledge等等 对要这样的话 就说让大家 就像让一个从政101 来甚至更多的 看这102什么 这个什么更高级别 都应该有的 对 还有一个问题 他对您的问题 是对你刚才提到学校 对学生排名的 所以这位听众 对对你的看法有兴趣 我把两个问题都回答一下 是吧 第一个问题呢 其实想起这个事情 真的不难 最难的就是你走出这一步 你就成为candidate 是吧 因为你有很多顾虑 实际上 经历上 你说你可能不是一个 非常合适的候选人 或者是个个人 最难的一步 就是你走出一步 by the candidate 是吧 即使没赢 就让你经历过 你经历过之后 就知道真的没那么难 是吧 选举个程中 当然也很负责了 根据选举规模的大小 是吧 选举位置有多少候选人 激不激烈 议题怎么样了 是吧 但是我觉得都很容易学习 其实选上之后才是最难的 因为选上之后 基本所有的这些 Elective Position 工资都付得很低 是吧 花的时间特别多 有时候你也造成各种非议 是不是 就是你怎么很多 你还需要另外一个工作 你还有家庭有孩子 这是最难的 所以就是有时候 我就说 很重要的时候 得到家人支持 这一点我非常感谢我了 是吧 他一直在后面支持我 虽然有时候有怨言 但是你要想想 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有时候 看在微信上 别人骂我 这些就是说 做一个家庭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有时候大家觉得说 哎呀 这些政客没有一个坏人 你想想他们付出 也是非常多的 像我的时候 我参政 我自己个人 没得到什么好处 但是我觉得 对社区影响还是挺大的 我万一做这个事情 而且总要有人出来做 是吧 所以就是 想你这个事情 其实不能 你只要参与就行 你就这样 就是不个任何人 当然 就是说大家认识 第一大华人 参想的有那么多 有任何人需要帮忙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有一步一步的策略 告诉你怎么 怎么start一个campaign 怎么做campaign 那个Bondervaisian 是吧 怎么rich out the voters 各种各种东西 我在我们Howard康里面 都讲过好几次 我在Mongamere康里面 也讲过 我还有其实我们周围 在Fairpacks康里面 也讲过 就是有人万一想学习 我们可以做一些讲座 就是真的是不难 我只能这么说 大家都足够聪明 这些东西非常容易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学校对学生排名的利与弊 这个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 是吧 就是说高中生 有排名 有GTA 就是说 利益 大家就是说成绩好的学生 排名低的 肯定是最有利的 对不对 我第一名 那我肯定要排个名 但是如果你是第十名的 你跟第一名只差0.01分 你希望排名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这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差距那么小 就是你就只表演第一名 不表演我第十名 是不是 其实我为了那0.01的GTA 拼命的去争取第一名 我有时候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我不觉得说第一名 因为十名 差个0.01的GTA的差距 就学生这个水平呢 或者什么呢 这个相差很大 对不对 可能一个Tier 一个Tier的证 可能就是说 有时候更轻松一点 因为美国社会 我觉得还有一点 我们自己要注意到 就是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 不能以高考的心态来看到美国社会 或者孩子的教育啊 我们很多人是从高考的这种 从高考的这个过程中过来的 是吧 所以说有了一分 就可能就是第一批大学 或者第二批大学 是吧 可能就一个差距非常大 但是美国这个新品大学 是全方位的考考是吧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 这个学生排名呢 不要搞得那么紧张 还是有好课 对学生的压力会减轻 就就是当时我们学校 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说 要remove the school ranking 我是支持的 好的 我说还有一个新的问题 麻烦你回答一下 美国是个多名字国家 根据我自己的意见 大家都有时候非常敏感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两方面是吧 有时候可以很敏感 有时候可以不敏感 就是我个人来说 这对于非常难处理吧 就是说首先 有时候看玩笑的时候 是吧 就是注意分寸 这句不能说的话 你一定不能说 是吧 要respect别人 其实有时候在想 respect别人 也是respect你自己 对不对 在多种族的社会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是吧 就说话小心一点 这个而且也挺重要的 无其说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年纪比较大 大家就是承受能力比较强 是吧 有时候他开玩笑 大家都能承受过去 但是对年轻小孩来说 这个事情就不那么难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 说话一定要小心 就是respect别人 就是respect yourself 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说 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经历的 我们应该喜欢同情别人 这点我觉得也很重要 其实我们坐在这里来 能参加这个的 实际上都是工作学系 都还不错的 是吧 你这样想 有房子住 大部分工资还配得不错 你要想想美国 还有很多很多的情人 我举例来说 就像我们哈尔德康体 我们在每次一排名 都说美国最富有的 这个康体之一 但是在我们学校系统中 有25%的学生 是吃免费午餐的 25% 一般的家长都不知道 你想想 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社会 可能是跟整个社会是枯渠的 因为平时很多事情 其实大家没关心 大家也没怎么在意 但是有时候 你都了解一些 发现 就是说社会还是挺复杂的 是吧 就是多一点同情心 就是对你看很多事情 就有点不一样 因为美国一方面 崇尚自由奋斗 是吧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就是 对美国这个社会的很多 这个精神 是吧 但是同时美国社会 很耐力帮助弱小者 是吧 这个弱小者 其实包括很多方面 一个是经济方面呢 一个是文化方面呢 还有一个政治地位方面 是吧 就是多方面呢 如果说我们 尽能一方面 能强 能提高自己 能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一个 负责任的这个社会 社会群体的一个成熟的表 好的 那还有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能否请 吴博士介绍一下 截止当前 你提出了哪些提案 或者其他本质工作 来影响社区和社会 有没有涉及 亚裔的提案呢 多谢 我今年提了两个方案 估计两个方案 估计两个方案都fail了 我一个方案就是说 大家有时候可能没注意到 就是说 每个学校的学校当地 都是根据学生人数 在一个学生人头数 再乘以每个学生付多少钱 让它放在学校的 是吧 但是在我们马里兰呢 它这个form是比较特别的 它学生人数呢 是用去年的数据来算的 这是在乘以人头数 每年每到一个新的这个budget year 你可以看到 你学生在增长 是吧 那你按去年的人数来放的话 实际上你到新的学年 这个钱是不够的 是吧 我说现在 我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科目 我说 你应该用这个project enrollment 来算你的budget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每个bill 就是说都有个叫physical analysis 这个physical analysis非常大 就是说 州政府之下 都提供45个million 那一下子大家一看就吓住了 是吧 就不敢支持 但是我会继续目睹这个 另外一个bill就是说 大家如果关注 你周围社区发展的话 你就发现一个叫zoning board zoning board是干啥呢 就是你要开发房子 就像zoning board 是吧 但zoning board是一个权力 非常大的zoning board 是吧 开发商经常都内的钱 给这些zoning board的member 不管是抗击抗素 或者什么 但是他们不是直接捐钱 他是建立各种各种各种 AOAOC 就是那种 你不知道各种奇怪的东西 AOOC来充电的钱 是吧 就是你不知道谁捐的钱 对不对 我就出了个bill 我说 如果说这些人 要apply for tax exemption 是吧 就是这个 就是他建个项目 正好给它免税 或者正好补免钱 是吧 我说你这样的project 这样的什么呢 你要disclose 你到底是谁 就是谁是owner 是吧 就是至少大家 就是比如一个transparency的角度来说 我们至少你谁在背后的实力 谁在背后捐钱 是吧 影响我们这些决策 但是这个也很大的阻力了 因为你想这些开发商 个个都反复了 就这么做 所以两个bill今年都没够 但是我自己没有提第二个bill 我们有一个第二个bill 就是AAPI的curriculum 但是今年没够 我想明年我会换一个角度来 来重新提这个bill 因为马里兰有个传统的 就是说我们想就是说 从state level 运步我们所有的curriculum 就是local design 就是每个county集团自己的curriculum 大家都很反对说state出一个mandate 说你要教什么 你怎么教 这个大家都反对 所以呢 我想明年我会从不同角度来 讨论这个问题 会出一个新的bill 那个国梁我来问五叉一个问题 好 那个这个因为你刚才讲到 这个AAPI history 这个curriculum 然后我们记得以前跟你的 就是你们马里兰州 第一位的大陆新移民 这个第一代移民进去 就是齐莉莉 他现在是state senator 他也讲过去 跟我一样 对 对 他也说delicate ok 对对对对 没问题 那么现在就是说 等于齐莉莉也在 那么现在我的意思是说 那么你 如果我们现在问你们 如果说你们 你觉得 如果说推动这个农历新年 成为一个法定的州 以及的法定假日 你怎么看 或者如何去操作 我觉得这么说吧 就是回到我刚才的问题 我们怎么build alliance 是吧 就是怎么获得别人的支持 就很重要 就是说 不管从什么角度 就是他们万一支持你 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来源 比如说有内疚感 是吧 有补偿的心理 或者觉得你觉得很重要 是吧 就是怎么获得这个支持很重要 我觉得在当前的情况下 我为马里兰州 是没有这个支持的 但是我们会努力这个方向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 一个认同感 acceptance recognition 还有一个respect 如果你的节日 大家都万一accept 这是一个很大的acceptance 和respect 是吧 但是这个事情会非常难 就像我说 讨论这个AAPI curriculum 就这么难 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还在我们叫做Meyland School Board 是吧 我们叫做Mey 当时我这个School Board 我当时就提出了 在我们的一个 一个resolution那年 加上一点 我说要stop Asian hate 是吧 就是要denounce Asian hate 是吧 都没通过了 你就想想 是吧 折腾来折腾去 最后做了revision 做了该来该去的 第二年通过了 但是language很不一样 但是即使不一样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就是说 因为以前人家都 根本没想到这个事情 我就说 我去参加会议的时候 我们叫Maryland Board Association Maryland Association 和Bord Education 我们马里兰有24个Bord Education 每个Bord Education 都有一个Member 接着我们组成一个 叫Bord Member Association 我当时去 我就唯一的一个亚语 是吧 一个华人 一个亚语 不光是华人 唯一的亚语 所以我出来讲 大家都不理解说 还有这种事情 是吧 我就讲讲讲 但是当时 有人就反对了 就是说 哎呦 从程序上说不对 是吧 还有别人来考虑 要反对东西 可以有万千理由 是吧 他说你说话 以气都不对 都可以反对 或者什么都不说 直接反对 就这么直接 对不对 他直接 ignore你 是吧 就是这种 所以就是说 怎么build alliance 就肯定了 我觉得很多人经常问我说 哎 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反对 那问题 你为什么反对 你为什么支持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多事情 要peak your fight 是吧 你不能说的事情 哎呦 我都很有强烈的意见 甚至有强烈的意见 你可能想做得更好 但你的经济有限 是吧 你什么都很重要 是吧 你还怎么 你任何一个大的团体 是吧 你有144个delegate 你还有其他的各种事情 你怎么work with others 更重要 你个人做不成任何事情 对不对 这不是个单导独斗 独斗的一个英雄的时代 而是说 而是说 你那个 你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我举个字来说 如果说毛鲁兰 有那些极右派 提出一个人 向着华人买地 那我肯定说 我要找最终 找support 来反对他 是吧 如果说 从我们议员的角度 来找人反对 比群众反对 就更容易 对不对 我有直接的access to these legislators 是吧 你从群众的角度 实际上 是非常难的 因为人家可能 他听一下 但是这种人 还要做幕后工作 说 那交流啊 找一个个的 看着一下 到底有人能反对 所以有人坐在台面上 这个问题 从上又想象出来 就是说 你可以reach out to your legislature directly 这就是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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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 马里兰州有没有推出 类似于像德州这样子的 有议员推出这样子的 没有 没有 我们州我觉得还是比较宽容的 不像那些 就像德克萨斯啊 是吧 我觉得 还会有别的州 也会搞这些事情 那些更多的州 肯定还会搞这些事情 嗯 明白 对 这但也不一定 你看New Jersey 对吧 它是个蓝州 其实上台也有共和党的议员 提出类似这样子的 其实 对 就是大部分都是共和党 因为 有两个可怜嘛 一个是可怜根本就通过不了 但是他其实来 搞个承诈感 就是 还有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他们的策略 就这么说 我觉得就不公开说了 是吧 但是就是说 就很多共和党的 平台就是这样的 嗯 没错 没错 对的 我们现在 OK 好 现在已经 对差不多 应该现在 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因为 我们这个讲座也 一个半小时了 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所以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的话 那就欢迎大家提出 对 武超这里有一个问题 说 你可以看一下 are there are cases you feel not knowing what to do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你看你的 common sense 就是第一个 是吧 因为你很多事情 你也不怎么明白 对不对 接着 接着 还有你有trust的 people you can trust 投票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人就是靠谱 是吧 你看他怎么这样去投票 这也是一个 是吧 不靠谱的人 你肯定不能按照 他的投票 是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很多时候可能 就是说 学习吧 你就学习吧 多跟人聊一聊 是吧 第三个就是你自己本来就很熟悉 这个事情 就基本这三个区 你完全不了解了 是吧 就是有人参考一下 是吧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投票的事情 比如说 为什么那些坏的币友能通过 因为大家本来就不怎么了解 或者不怎么关心 看别人投票支持 我就支持了 是不是 因为我记得像我们有几 两千个币友 是不是 不可能 像我 我的 公司就 可能就是 六分之一的币友 其余的 公司的币友 我就看一下 到底了解一下 是吧 看别人怎么样的 我就投票 除非我听到很多反对意见 是吧 接着反对意见也有道理 我可能会提些问题 跟他们的 committee member聊一下 跟他们的 committee chair 聊一下 是吧 那其余的你不可能 都自己做功课了 这是不可能的 行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最后做个总结 就是 五叉博士 那 再次感谢你 给我们的分享 那最后 你再 比如说再用两分钟 再把这个 今天晚上的 或者你有什么话 还没讲的 想跟我们讲的 你再 再给我们 分享一下 作为今天晚上的结尾 好的 有人问一下说 YouTube channel 我 你搜索我的名字 我有YouTube channel 我又有mechat channel 我还有Facebook 各种都有 我的名字 反正叫DoctorX5 还是很容易找出来的 就是我也做了很多介绍 首先我就感谢国良 搞这个事情 是吧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当时也想做一些类似的事情 但是也是经理有限 但是就是 都跟大家交流 其实就是说 参政现在不是那么神秘 是吧 你就是说 就是最难的一步 跨出第一步 是吧 而且参政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选周一元 或者school board 是吧 你就参加你的homonal association PTA 是吧 room parent 都可以的 其实很直接的 就是不要担心英语不好 是吧 只要参与一点点 就可以了 还有另外一点 我很想说的就是说 我们这些做advocacy的 就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 没有一个速成的东西 有长期的努力 就影响给我出来 就像这王华师兄做的 做了这么多年 大家都知道他是做事的人 是吧 做事认真靠谱 有这个commitment 就是说 我不是说 因为有时候大家星期来查 我做个事情 过来一年就不做了 是吧 你当年一年可以影响很大 但是影响大了就没了 如果说你做了 不要一次力行都使完 但是你每年都做 每年都 就像我们这边现在组织 学生去我们county 做testify 是吧 就是说testify写下的 county的bill 或者写下的bill 或者policy 这种东西讲个话 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 是吧 只要你每个月去做一次 大家就全记住你了 是吧 尤其华人呢 就更容易记住了 因为平常都没人去讲话了 是吧 所以只要你经常去讲讲 大家记住你了 知道你的名字 下次有什么问题 可能咨询一下 你说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 是不是 你们社区有没有人 万一参加这个活动 你给我介绍一个 就是说从小时 这些事情都挺容易的 只要你做了 你看慢事一样的 你发现也不难 加上来你想让什么public office 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就需要大家去做 就是最直接的 而且一个sustain effort 非常重要的 一时充正可以做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经常做 做几年 这样影响力才更吃了 就像我们看到很多非裔的 它们组织 它好多一百多年的历史 是吧 它们有可能有奥痕 有蛋 但是它的一个组织在那里 就是大家有事情 就去找他们 问一下他们的意见 是吧 关心参与 就是改变这个社会 使得我们华人 不管是第一代 像我们 还是新来的 可能想来的美国的 是吧 或者在美国生活的很多代 就是 另外的意义家的后面 就是说 觉得不是这个陌生的土地 而是我们的家 希望大家一起能力 说得很好 应该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 现在没看到 对 感谢这个五超博士 那我们这个视频 会放在 如果五超博士愿意的话 也可以放在你的YouTube 那个channel上 也同时也会在我们 UCA 我们耐卡 甚至Apapa的YouTube channel上面 我们都会同时播放的 因为我们希望能把 今天晚上五超博士 以及其他嘉宾的精彩分享 都能分享给大家 都能让这个 像一朵浪花变成一个浪潮 就像刚才我们银潮师兄讲讲的 那 也 也 代表咱们这个 UCA的主席 薛尔培先生 向你感谢 因为我们可能 Summer 会有一个 UCA的Summer University 我觉得 肯定会邀请你来做个讲师 给我们 教授一下大家 怎么去 engage 对吧 去能够参政医政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 感谢五超博士 感谢文化教授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 好 大家周末愉快 好 周末愉快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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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